第一个当然也是一样做出来长这样的 不过因为黑白的 所以我是建议你干脆就看什么 看那个TIF这一张做出来 那基本上它可以分成几个单元 几个部分 其实这一题相对于前面的几题 算是比较 应该是不算难 但是比较动作最多的 比如说它需要做什么 第一个背景那些 很多旋转的东西 第二个背后有那个两条 这个路 这个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两条路 还要做一些背后的一些特效 再来就是这个车 复古车 这个车子后面会有一些风动的效果 而且它说要复30度 也就是这个地方 它要能够 后面有这个白色的背景 本来它是一张白色的背景 不过被我们模糊了 而且有那个快速移动的这种感觉 另外的话 12345 有没有 回忆跟英文 这几个英文字 总共大概会有五个动作 那我们分别 一个一个把它完成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里面要我们做哪些动作 第一个 它说最后存档 不过这边一样 你最后这个名称呢 请你改成210 反正跟前面一样 然后最后完成 要跟我们的TIFF这个档案 是尽量越接近越好 那里面的话 有几个题目呢 分别是1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后面的话 这一题比较多 123456 总共有六个题目 所以分别把这六个题目完成 那首先第一个动作要我们做什么呢 它说开启PSD02 点PSD这个图档 然后呢 打开之后有个旋的图层 也就是那个后面有那个旋转乱乱的那个东西 那第一个它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它要做那个 将这个图层 不透明度设为50 不透明 特别重要 应该还记得不透明在哪里吧 在 有没有 我们右手边有个不透明 本来是100 把它改成50 再复制什么呢 三个图层 然后改变它的角度 改变角度 特别重要 那个角度 你要转换不同的角度 然后呢 它说这个效果接近就可以了 那有哪些角度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全的那一张是哪一张呢 PSD02这一张 OK就这一张 那基本上呢 它有这样转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 反方向转 再反方向转 或者是 反正不外乎就是让它转个180 就是 所以你转换的方向可以怎么转 可以先转 这个方 所以 不外乎就是什么 转几个角度 这个是零度 这是90度 所以你可以先转90度 对 这个顺时针 逆时针都可以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两个 这个是180度 180 180 所以这个地方 有好几个角度可以转 那理论上 我们就是 大概 它说 跟背景类似就可以 那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三个嘛 所以跟这一样 第一个先把不透明度改一下 题目里面要求50 所以将来 如果你要把这个题目做正确 请各位特别注意 参考这个上面的那个说明 你就照这个做就可以了 我只是把这个上面说明的动作教各位怎么做 但是 不保证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有些东西还要再微调 我有时候是只是帮各位做一个大概 最接近 那如果你要做非常接近 可能要自己再调一下 三个图层 所以第一个 先把这个改50 第二个呢 三个图层 所以按右键 有没有 复制图层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图层 我们前面讲过了 如果说你要 复制的话 可以按右键 复制 如果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可以从下面 甚至什么呢 建立遮瑟片 有没有 这个前面也用过遮瑟片 删除图层 可以从这边删除 底下有一些相关功能 那我们复制三个 所以按右键 把它做一个复制 那第一个就干脆 取名称 它没讲 所以我干脆01 第一个就01 总共有三个啦 所以干脆 简单的命名方法 01 02 03 那这个01 02 03呢 就分别 把这个图层先建立 有三个图层 好 那三个图层 如果说我要把它转方向的话 那转哪个方向会比较OK 其实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要让它转方向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任意变形 不过任意变形 它需要怎么样 给它角度 这边有角度 你可以用任意变形 我觉得比较麻烦 倒不如用另外一个方法 比较快的方法 是编辑里面有个变形 变形前面有用过 你可以用什么 水平翻转 垂直翻转 然后再来就是转90度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这样做 第一个也许先用什么 水平翻转 把它转一下 它水平翻转了 所以有一个角度了 第二个的话 因为这个第一个先转 那第二个的话 那因为题目 它没有要求说 要什么样的角度 它只要转 就是有转就OK了 所以你们考试的时候 也是这样 有三个图层 所以我会看 有没有一二三 三个图层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在第二个 你可以转什么呢 任意变形 变形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你可以 顺时针转90度好了 这个90度 有没有 这一张转了 那最后一张的话 再用水平翻转 再把它转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个水平翻转 水平或垂直 我看垂直都不OK呢 垂直好像也OK 所以把它转不一样的方向好了 但是因为 这个实在看不太出来 到底它转了什么角度 不过看得出来 一定有水平翻转 一定有水平翻转 第三张干脆 我也把它改水平翻转 所以 因为我看起来 那个应该是两个都水平翻转 所以这个把它 Ctrl Shift Ctrl Shift Ctrl L T加 Z 然后这个第三个 我也把它改成什么 水平翻转好了 因为看起来好像 是两个水平翻转的感觉 所以第一个是水平翻转 第三个也是水平翻转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顺时针转 转大概90度 这个 顺时针转90度 这样的话呢 大概就是让它 后面的部分 让它打散 有点像完成的样子 类似像这样 就让它感觉 有翻转的效果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旋的部分就做出来了 三个涂层之后 在两个水平翻转 一个是 那个顺时针转90度 那第二个的话呢 它说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PSD02之一 置入到刚刚那个 PSD02的那个 就是我们刚刚做那个 这个之一的这个 并且把那个涂层的 不透明度 设为50 然后微调 结果如参考 所以基本上当然就是先 把它不透明度设为50 那哪一张呢 这一张 之一这一张 不是这一张 应该是PSD这一张 OK 就是感觉有两条路 其实这两条路 其实应该是同一张图 就是说把它做一个 复制一个 然后再做水平翻转 那把这一张 先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把它改成50 好 50之后的话 半透明之后 再按右键 那复制图层到哪里呢 复制到那个 刚刚那个PSD02这一张 就刚刚我们转来转去那一张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抠过来之后 切回到刚刚的这一张 那你会看到有没有 这个 有没有 底下的道路 那就被拉过来了 不过 它好像看起来 我看一下 跟完成的 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你把图层一 那个图层 把它拉到上面 这样感觉比较接近 完成的档 就是把刚刚那个路 先变成50% 再把它复制过来 放在最上面就可以 OK 先做这两题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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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